大家好 我是Kyoko 來到今天我們繼續找這個拖字頭開始的文型 第一個要說的就是 前面是句子的普通形 後面跟 被視為魔物 或者人們形為魔物的意思 就是對事情或者結果的推斷 這裏是書面要用的 譬如我們看一下這裏的例子 當時漫畫是被視為低俗文化的一種 可能在說很多很多年前 大家都覺得看漫畫是不好的 但是現在日本的漫畫發展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我想大家都不會反對大家看漫畫 這裏 とされている 其實 されて 就是被動的形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然後 ている 就是ing form 所以 這個是被視為 這個事情或者結果的推斷 是持續地被認為的 好 然後下一個要說的就是 とすで 或者 とすでの とすでも 或者 とすでは 前面是一根名詞的 表示 作為 或者 如果是とすでも的話 就是作為 或者 有 某種身份 資格 或者 立場等等 例如我們看看第一句的例子 先 私は先月に日本に来ました 今は研究生として大学で病気しています 我上個月來到日本 現在作為研究生在大學中學習中 這裏就是作為的意思 如果你想表示同一個人有很多身份 例如山田先生 ヤマダさんは 私人とすでも 有名 可能 山田先生 本身是一個 歌手 但 原來他另一方面 也有寫詩 他作為私人 也很有名 所以 可以用とすでも 這個文型 とすでも 除了表示 身份 或者立場 等等 如果前面 是接一個句子 普通人 就表示 即時 〇〇 〇〇 是一個 假定 或者確定的 逆節條件 但要注意 後面多數是消極 或者否定的內容 例如 我們看看第一句例子 いくらお金があったとしても てにはいらないものがある 就是 無論多少錢 也有得不到的東西 所以有錢不為大費 這樣的意思 對 今天就先講兩個文型 明天再溫多兩個不同的文型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另外 如果你想溫三字卡 可以去我的IG 如果你想多看日本資訊 就追蹤我的Facebook 還有 最重要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對 我們明天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バイバイ